创世纪第四十章 这些事以后,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得罪了他们的主人埃及王 法老就恼怒九正和善长这两个臣载 把他们关在军长府内的监房里,就是约瑟被囚禁的地方 军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就伺候他们 他们在监房里过了好些日子 他们二人就是被关在监里的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 同一夜各做了一个梦 二人的梦各有不同的解释 到了早晨,约瑟进去到他们那里,见他们神色不安 就问法老的两个臣载,就是与他一同关在他主人府内的监房里的 说,今天你们的脸色为什么这样难看呢? 他们回答他,我们个人做了一个梦,但没有人能够解释 约瑟对他们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 请把梦告诉我吧 九正就把自己的梦告诉约瑟,对他说 在梦里我看见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葡萄树上有三根枝子 树一发芽,就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 法老的杯在我手里,我拿了葡萄挤在法老的杯中,把杯递在法老的手里 约瑟对他说,这梦的解释是这样 三根枝子就是三天 三天之内,法老必使你抬起头来,恢复你原来的职位 你仍要把杯递在法老的手里,好像先前做他的酒证时一样 不过,你一切顺利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给我 在法老面前提拔我,就我脱离这监狱 我实在是从西伯来人之地被拐来 就是在这里,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该被关在监牢里的 善长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 我也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我看见自己头上有三篮白饼 最上面的篮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种食物 但飞鸟来吃我头上篮子里的食物 约瑟回答,这梦的解释是这样 三个篮子就是三天 三天之内,法老必砍下你的头来 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 到了第三日,就是法老的生日 他为陈朴摆设宴席 在他们面前把九正和善长提出监来 恢复了九正原来的职位 叫他可以把杯递在法老的手中 法老却把善长挂起来 正如约瑟给他们的解释一样 但是九正并不纪念约瑟 竟把他忘记了